我叫十三 十三行的十三 在十八十九世纪至一百来年的时间 有累计不过百名被朝廷任命的民间商人 他们经营着十三家上下的贸易商行 在广州这唯一的口岸 都是西洋贸易 最终让全世界超过百分之二十的财富 围绕着这个口岸流转 这就是十三行 这其中的参与者 有大清朝的皇帝 官员 商人 乃至大量老百姓 还有英国人 美国人 法国人 西班牙人 等等等等 总之 今天的大部分G20国家 都在这里挣到过不少钱 十三就要和大家讲讲这里面的故事 讲讲和钱有关的故事 你们别忘了 他叫程从杰 广州博物馆前任馆长 我们和他刚建立的友谊 将在几分钟后画上句号 我出水的茶叶 想在海水里头泡了两百多年 非常难得 如果是官方机构 可能也只有广州博物馆才有 如果有机会 我们能泡这个两百多年先的茶叶 您有没有兴趣想去尝一下 那当然肯定是的 一定是想尝的 中国的茶叶当然有信心 你敢喝吗 你敢喝我也敢喝 只要你能够找到这个茶叶来泡 我一定和你一起去喝 在一家私人博物馆 我们果然找到了 哥德堡沉船的同款茶叶 馆长许四海欣然应允 可泡少许体验 程馆长因古未能复约 我们只能当街寻找佣者 您有喝过两百年前茶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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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喝过 您敢喝吗 可以啊 敢 敢 先看别人啊 这个茶叶不是一般的价格 你们定制的要获利吗 这个人 对不对 中国不过你平时要要一点 不可能的 一人都不会 这个茶叶是 目前中国县城最古老的茶叶 两百年前将近三百年了 哥德堡沉船打牢上来的 怎么会我们得到呢 它是哥德堡政府代表团 拿了这个茶叶 参加了我们中国的四部会 就给了这么一点 这茶叶刚拿过来的时候 就是一粒粒这种像粉状一样 就 时间长了之后 它就慢慢就 就结起来 对 茶学专家首先判定它是绿茶 就是这种茶 绿茶最早以前的鼻祖盘 是 需要是哪个 对 这种茶就 有这种食物的这种 好 对 到来 上来什么味道的这种 而且也能看得出来 当时的这个制茶环境 随缘的一种 看不太出有茶叶的样子 但是那个茶叶的那个 金瓣叶还是能看得到 它那个叶子 已经变成很薄很薄的 这种 你看得到 那个茶狗还是可以看出来 对 茶狗可以看出来 现在这个茶长出来了 可以 相当好 颜色已经有点开始 变有点微红的感觉 有点像火 但是肉不一样 这味有很饱吗 特别的好茶 口感很香 口口的甜甜的 味道好极了 来来 再泡 再泡 两百多年前 泡在海里的茶叶 还有鱼香 那么两百多年前 发生在海边的故事呢 夜晚 总有人舍不得休息 请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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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见到一半半 或半个半 因为你不在远 太远了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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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一天一圈面上投下福岡, 就在一圈面上的地方。 You have one, You have one, You have one, You can still be with. I don't have one. You can still see. I don't have one. I can still see. 過程中, 现在是我们的职业,是完全正常的。 我们可以拍摄,好吗? 谢谢。 克里斯多夫是一名商人。 漏夜深想,像进入一部电影的片场, 迎接神秘买家希望转让的家族财物。 所以,这样的相见并不是可以分享的过程。 能让一位商人在密集跟拍的夜晚唱出这样的旋律, 唯有符合甚至超出预期的交易, 以及交易单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样的老物件依然以时间的名义给人们带来新的财富期待。 广彩就是因为广州地区外贸繁荣。 因为外商定制发展起来的一种诱上彩词艺术。 今天的售货价格,从几百到数百多万的都有。 一口通商时期的广彩一般都要过万。 这个广彩大屏价值两百万,就是因为画上了十三行。 看看广彩词的价值。 一看制作工艺、磁态质量。 二看内容画工。 三看年份。 四看是生活用品还是艺术品。 克里斯朵夫是洛莉昂一家古董商店的店主。 这家店里一半以上的股东都来自中国。 而且几乎是同一个时期。 但是,仍然有一个计划, 是与售购买者和售购买者。 我对我悔,但是生活很长。 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一定会做一个团队。 它是与售购买者和购买者。 但是,那些人, 在现在的时刻, 人们都知道, 什么他们要。 因为,当然, 我没有旅行到中国。 我对我而言, 但是,生活很长。 但是,我们能够计划, 每个人都能够计划, 每个人都能够计划, 每个人都能够计划。 小镇洛莉昂是法国东印度公司的总部。 在法语中, 洛莉昂的含义就是东方。 大海、东方、财富、古董。 这些看似无关, 却有相互作用的关键词。 在今天, 仿佛把历史打开一道门。 窥探其中的秘密, 就能得到财富的关照。 电话内头的中国买家, 就是了解其中奥秘的藏家。 他知道欧洲是这些藏品的源头, 所以委托我们帮助购买指定的古董。 理论上, 拿到藏品一转手, 他就有十倍的利润。 。 据说这个价格很昂贵, 然后我们就给它在国内又打包了一下, 就得抱着。 等一下就能见到我们神秘的买家了。 。 这个通草胯是吧? 是对对。 哦, 好,好,好,好。 这个哗的通草胯。 那的运费贵了,那就。 上上我的书房, 好不好? 好, 检查一下。 坏地的方就是约身器。 好,好,好。 对,对,对。 当时广州外销的画里面呢, 其实早期以纸本来组的。 嘉庆末年通草画才开始实行起来。 这种从通脱木树心切割出来的纸, 叫通草纸。 通草画就是画在通草纸上的水彩画。 在19世纪的嘉庆道光年间, 通草画主要用于外销。 在当年不是很贵。 今天的价格也从几百到十几万元不等。 现在的这一张呢, 有点问题。 这个是纸本的, 不是通草的。 这两幅画我收到了。 好像呢, 它不是通草画来的。 法国那边是怎么说法的呢? 法国人, 他遗产继承的时候, 从老人那里搜的。 当时是19世纪。 从中国往周买去的旅游纪念。 是中国人画的。 哦, 哎呦, 没事, 反正这个画还是挺不错的。 只不过是不是通草画。 行啊, 谢谢你啊。 他当时说是通草画。 带购有风险, 哪怕老手都会走眼。 虽然代购有点失败。 哦, 还有一个代购费。 哦,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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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看他多少钱嘛。 就是650, 乘以, 亏率是7.707, 等于这个5000多。 OK。 本来想可以捡漏了人, 但是现在就是买了一张是纸本的。 嗯。 如果是通草画这个的, 买到一万都可以的。 您会不会觉得现在心里有点失落。 它没有价格的。 但是你喜欢就可以买多少钱都可以。 我原来是工业自动化的。 20年前我就应该说是财务还是比较自由的。 考了30多年的研发, 其实发现技术基本上是一天天在贬值。 但是反过来, 文物是你时间越久。 它是越值钱的, 它是升值的。 在国外能够找到商业的市场上的资料, 我都尽量的去买回来。 做商业呢, 我要玩东西, 我要玩, 升值的东西。 不能玩, 贬值的东西。 中国的古董大量出现在海外。 甚至存在巨大的价格空间。 是否知道背后的故事, 我们也能洞悉财富的秘密。 这是我们的答案是, 不过你们进不了。 拜拜。 我15年才加入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处, 做这个文物保护的修复技术园。 我们澳门有600多栋文物建筑。 普世建筑, 它是澳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段历史。 所有的故事, 所有的故事, 都要从当年广州的外港, 澳门说起。 无论是布列塔尼的克里斯多夫, 还是广州的王衡, 他们打交道的古董, 大都是18世纪支鸦片战争前, 通过广州口岸去往欧洲的商品。 今天, 中国的古董在欧洲, 欧洲的建筑在澳门。 这样的错位背后, 是距禁200多年前,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财富流转。 这些文物建筑, 随着时间的增长, 它就会像人一样生病啊, 老去啊, 寿命也会越来越接近为生,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尽量去延缓它的衰老。 从7月底到那个11月底, 玫瑰塔在内部有一个强体修复的工程,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已经搭建好那个牌山了。 其实我们澳门是亚热带地区, 气候十分炎热, 潮湿, 靠近海洋, 地下水当中的盐分也很高, 在蒸发溶解, 盐分不断地从墙面上结晶, 导致墙体破坏。 那我们就要采取稍微有一点点破坏性的技术。 那我就介绍一下这个解水除盐的技术, 那就是, 防止这个地下水上升。 直水剂打进这个墙体。 打不进去。 打点滴的方法。 效果就会好很多, 就是不会说有那个打不进去的情况。 用看似简易的装置为樸式建筑书页, 是澳门建筑师首创的建筑修复技术。 历史上, 葡萄牙人苦心经营澳门, 留下了大量的樸式建筑。 200多年后的阿梅, 也因此有机会成为一流的樸式建筑修复师。 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历史上的那一天, 我们就会和当年的人一样, 闻到了财富的味道。 《财富的味道》 回来。 一边。 我国人都很想 Stacy! 是的! 我可以看得到我, 那是我们应该真正的意思。 机、曾经在那一天我艰面交了我, 那是在这些名字上? 那伊伊区都学业, 你表着并且我做的一按钓修叫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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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